今日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是长建1038 简选原因是 长华系旗下多只股份 早年业务已率先成功拓展海外 业务拥有出海的优势 其中长建业务遍布英国、澳洲、加拿大、新西兰、香港及中国内地等国家及地区 大和指出自2020年以来 疫情相关的开支、约英镑及英国高通胀 都对长建造成困扰 导致公司的盈利受压 但上述问题有望在2024年逆转 认为公司盈利能力有上升的可能 澎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长建2023年的盈利预料会增长4% 2023年预料会增长4% 到2024年就会加快增长8% 盈利稳中向上有助公司提息派息的水平 长建自上市以来保持派息年年增加 已经连续26年增加派息 长建2024年和2025年预测的股息率 都接近6厘 走势上长建近月突破2022年5月以来营造的三角形 昨天修捕46.1% 策略上有货的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先看50元区 未有货的投资者可以后42元附近吸纳 跌穿39.5%就适宜减持 8.5% 10.5% 好